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BIG大世界 我是小影 我是乐乐 今天我们要尝一尝南京这边的特色美食 皮斗面 这家店特别有亲切感 里边的桌椅很像我们学校食堂的那种桌椅 然后我和小影点了一个这边的全家福31 这么一大碗 感觉我俩可能吃不了 赶紧的 分当吧 好嘞 这个全家福的用料特别丰富 除了皮肚和面里边还有西红柿 香肠 猪肝 木耳 青菜 还有平菇 鸡蛋等等 然后鸡蛋你在买的时候可以选择水煮和煎的 我俩要的是煎蛋 里边的面条可以选择硬点或者是软点的 我俩挑的是软点的 开始开动 这个皮肚就是油炸过的猪皮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吃起来咯吱咯吱的还挺紧的 这个皮肚如果不告诉我它是猪皮做的 就它金黄金黄的这个样子我还以为是豆制品 然后这个面我们要的是微辣烤 汤喝起来是又鲜又辣还挺好喝的 不过它也没有网上传的那么神话 它就是用料很丰富的这么正常好吃的一碗面 对就是把这个猪皮炸成皮肚放在面里的这个做法比较新奇 换着一颗尝鲜的鲜 打卡当地的美食我觉得很不错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前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